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807集 原来三大家族这些年暗中竟然做了这么多血腥之事 只是因为三大家族一直争斗不止 众人都被蒙蔽在了鼓里 现在才知晓 三大家族之中 手中个个染满鲜血 残忍的一塌糊涂 被执法殿灭门 简直就是罪有应得 除此之外 众人也得知 三大家族这些天一直在和执法殿联络 可谓是典型的引狼入室 并不值得通情 我执法殿之所以覆灭三大家族 乃是为民除害 维护武欲安宁 而后 执法殿齐雄表示 对着古华城宣布 这让众人无语 甚至崩溃 执法殿什么德行 大家再清楚不过了 比三大家族手段还残忍 更卑劣 可他们仗着修为强大 以及执法殿的身份 为所欲为 却根本就无人能管 现在还有脸声称自己是为民除害 根本就是狗腰口啊 没一个好东西 老天哪 能不能来一个天使将这些执法殿的恶魔都给灭了呀 有人哀嚎 仅仅一天而已 古华城诸多势力都被洗劫了 有执法殿弟子闯入一些店铺 强买强卖 无人感染 这也导致了 古华城的店铺在一天之间全部关闭了 没人敢做生意 都在其道 希望送走这些魔鬼 这就是五月 我怎么感觉 以我们黑暗之渊更加黑暗 太古居中 风雨女子呢 见识到了这里 所作所为 发出感慨 所幸的是 太古居因为地位特殊 并未被骚扰 三大家族府邸中 如今已经被执法殿占领了 到处都有强者出现 进进出出的 十分热闹 这次收获还算不错啊 这是一个大厅 有执法殿强者在交流 面带笑容 明天应该是能离去了 还有一天时间可以掠夺 一名中年男子 嘴角勾勒着酸冷的笑容 很是冷酷 你说这古华城的家伙 以为关闭了店门就可以安然无恙了 是不是太可笑了呀 顶他们一个勾结三大家族之罪 谁他妈敢反抗 众人都想 这两天啊 称得上是大收获 古华城因为古鱼界开启的缘故 导致目前城中各地的强者都不少 宝物也不少 目前他们还没动手呢 是因为还没有调查完毕 一旦等调查清楚了 自然会强势的行动 将他们看中的宝物都夺走 站为己有 之前三大家族被灭 那是咎由自取啊 接下来古华城还要倒下一批势力 这些人才算是无妄之灾呢 哎呀谁让分店主人的弟子在这里陨落了呢 哼不将古华城血洗一遍 这里的人不会知道痛的 大厅之中有不少人倾笑 他们都是沾染血腥的 可是却像个没事人一般 习以为常 所有人都跟我来 这时一到冷鹤乡前 几名队长走入 开始集结队伍 看来都调查清楚了 要对其他势力动手了 呵呵呵 有活干了 众人都笑着 而后迅速的集结 在各自队长的带领下 浩浩荡荡地离开了 这些小队彼此分开 每队十多二十人部队 被带往了古华城各个市里 咣当的一声 其中一队人马来到了古华城拍卖行前 直接将拍卖行大门给踹开 气势雄雄 高大的同门倾客间粉碎 报碎开 这是古华城最顶级的拍卖行 问鼎拍卖行 问鼎拍卖行有上千年的历史 也是一个地级势力 其势力遍布古华城诸多城市 即商行 拍卖 行业一体 属于附近 顶级的势力之一 不过 古华城并非其总部 因此 问鼎拍卖行 在古华城的势力 并不如三大家族 即便是如此 也是属于顶级势力的 仅次于三大家族 实力十分雄厚 因为问鼎拍卖行是生意人 生意遍布各大城市 和三大家族的联系不多 因此 先前并未受到牵连 可是现在 问鼎拍卖行的大门 直接就被踹开 十分的霸道和强势 一群人气势汹汹地走入 英式狼固 你们是什么人啊 轰的一声 可怕的气息弥漫 拍卖行中 有怒喝声响起 嗖嗖嗖地 一鸣鸣身形 飞掠而来 个个散发着可怕的气息 是拍卖行中的顶级强者 执法店办事 闲杂人等都给我滚 领头的执法店队长冷喝 气势汹汹 执法店 问鼎拍卖行中的人都惊住了 脸上露出了骇人 原本愤怒的表情凝固 额头有冷汗落下 其中领头之人 也是一名巅峰武皇 身上的气息浑厚 如同一座高山 十分的沉重 在古华城中 也是有一定地位的 是这拍卖行的负责人 相当的威风与强势 可此刻 他目光中流露出惊索 口舌干燥 战战兢兢 不知道啊 几位前来我问鼎拍卖行 有何贵干 还请几位指点 负责人小心翼翼 生怕得罪了执法店的人 内心忐忑不安 执法店的人都是一群魔鬼 动農杀人 他问鼎拍卖行 虽然在古华城墙市 但是在执法店的面前 却是连大声说话的勇气都没有 没看到古华城三大家族都被灭了 问鼎拍卖行虽然不逊色于古华城三大家族 可是面对执法店还是不敢怠慢 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浑身冒冷汗 有何贵干 执法店领头队长冷笑一声 本黄接到消息 你问鼎拍卖行与古华城三大家族勾结 一次冲好 在拍卖行中都受赃物和假货 现在我执法店需要查封你问鼎拍卖行 阁下迅速将你拍卖行中的东西全搬出来 带我搬回去检查 他冷笑连连 十分的强势与霸道 问鼎拍卖行负责人心头一沉 额头冷汗冒了出来 执法店的人这是准备掠夺他们问鼎拍卖行的节奏啊 昨天他就听说执法店的人 一直在古华城各处强买强卖 还庆幸对方没找上自己 以为执法店看在了拍卖行的面子上 现在看来 对方并非是要放过他们 只是留到了今天而已 这 这位大人 这一定是误会啊 这 问鼎拍卖行负责人急忙说的 我 我们问鼎拍卖行和三大家族一项业务合作 怎么与他们勾结呢 至于出售假货那更是无从说起啊 我们问鼎拍卖行能在这武裕济州 凭借千年时间发展壮大的现在 靠的就是同搜无期啊 这里面必然有误会啊 因为古渔界的缘故 这些天 古华城中有许多的强者云记 都是冀州附近的有名散修 许多啊 都是后期武皇 巅峰武皇的实力 这也导致了问鼎拍卖行总部的诸多宝物 都搬运到了这里 就是准备来一场大型的拍卖会 可谁曾想 拍卖会还没开始呢 就发生了三大家族和执法店的事情 若执法店现在将他们拍卖行查封了 拍卖行必然会损失惨重 血本无归 他一个古华城拍卖行负责人可承担不及 所以他距离立正 哼 怎么 阁下的意思 是我执法店冤枉了你们了 领头的队长冷笑 谋中绽放出了寒毛 场上的气息 一瞬间像是下降了数十度 散发出森森的含义 还不快将你拍卖行的所有宝物给我交出来 由我等进行检查 若是冤枉了你们 自然会既往不咎 可若是你们确实有坐监犯科 我执法店 就少不得要替天行道了 废什么话 快把东西拿出来 少了一件 那就是欺瞒执法店 最无可说 几名执法店弟子愣笑 双手环抱 态度十分的高 完了 温顶拍卖行要倒霉了 而此地的动静 也吸引了周围许多人的注意 一个个关注到了这里的场景 纷纷暗中议论 这才停业歇了半天而已 执法店又开始掠夺了 而且直接针对问顶拍卖行这样的顶级势力 让人心惊 执法店这是要洗势整个古华城的协奏吗 这样的恶狼难道就没人能控制 任由他们嚣张吗 众人悲哀 心中无力感生气 几位大人 这绝对是误会啊 温顶拍卖行负责人内心苦涩 急忙从身上拿出了一些真卡 递了上去 诸位大人 这里是我温顶拍卖行 孝敬几位大人的 小小精益 还望诸位大人不要客气 告代贵手放过我们一马吧 温顶拍卖行负责人也果断 直接将身上全部的真实递了上去 估计足足有上百亿 想要让执法店的人高抬贵手 什么进行检查呀 不过是借口而已 对方真正的目的 必然是为了抢夺而已 啪的一声 回应拍卖行负责人的是 一个大大的耳瓜子 将他扇飞了出去 瞬间喷出了一口鲜血 牙齿都被打崩了几个 摔倒在地上 大人 一群拍卖行的强者 惊怒地走上前来 怎么 你们想造反呢 历刃出笑 可怕的杀意 倾刻间弥漫了整座拍卖行 执法店一群武皇们手持历刃 冷笑着 看着拍卖行的一群强者 嘴角满是不屑和高 同为武皇 可对方只是冀州一拍卖行的强者 而他们乃是武裕执法店的人马 身份差距太大了 给对方十个雄心豹子弹 估计也不敢动手 事实上 执法店队长先前的一巴掌 拍卖行负责人并非躲不过 可是他不敢躲 因为躲了的话 后果很可能会导致整个拍卖行陪葬 他不敢去躲 走 把所有东西都搜出来 执法店之人冠冕堂皇地 纷纷冲入了拍卖行 便如土匪一般开始大肆地搜刮 而拍卖行的人连阻拦都不敢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掠动 而无可奈何 这群重生 众人在心头悲愤 咬牙切齿 不只是问鼎拍卖行这一处 古华城其他地方 也纷纷在发生相等的情况 执法店分成了躲骨 前往各个势力开始抢夺 此刻 古华城上方的徐空中 翁的一声 一道无形的波动闪过 四道身影 不知道何时出现在了这里 这四个人头戴白色的面具 面具之上 勾勒着一张鬼脸 似笑非笑 似哭非哭 十分的诡异 让人看上一眼 便不由得毛骨悚然 浑身汗毛竖血 像是被恶魔盯上了一半 这四个人 便是秦晨一行 为了防止身份暴露 秦晨等人在易容的同时 更是戴上了面具 跟人强烈的冲击 太嚣张了 摩卡拉 肌肉囚解 感知扫饰了下方 浑身绽放冷意 下方 执法店的人 正在大肆地掠夺 稍有不从 便残忍出手 令人愤怒 骷髅舵主 古仓武皇 你们两个下去 将这些执法店之人 统统杀了 摩卡拉 你和我留在这里 防止执法店 两位分店主逃走 秦晨下达了命令 是 主人 骷髅舵主和古仓武皇 宁笑一声 身形一晃 已经消失在了虚空中 待两个人离去之后 秦晨迅速地拿出了一面面的阵旗 抛在了四周的虚空中 在古华城上空 暗中布置下了大阵 防止齐雄和袁拓两个人逃走 问鼎拍卖行中 那一群执法店的人 很快将诸多宝物 统统搜了出来 队长 都在这里了 几名执法店队员冷笑着 问鼎拍卖行的负责人 看到拍卖行的东西都被拿了出来 心头低血 可是却敢怒而不敢言 走带回去 领头队长冷笑道 是 那些队员刚准备将东西拿走 忽然 刷了一下 一道身影树地出现在了拍卖行中 挡在了执法店众人的身前 此人出现得毫无声息 立即将所有人吓了一大跳 你是什么人 执法店队长心中一惊 竖得抽出了武器 目光带着凝住 对方出现得太诡异了 连他都不曾反应过来 更是戴着一张鬼脸面具 邪意森冷 让人看了不寒而栗 浑身不舒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